接下来今天追新闻的话题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日期是6月15号 这个日子是中国的习近平70岁的生日 那么这次生日 他陷入了震惊的空前危机当中 什么样的危机呢 70大寿可能要关关难过了 从去年的20大到今年 这个视察内蒙古的时候 习近平每一次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他都讲了好几次 他讲到中国要准备面对的是 惊涛骇浪的一个重大考验 那么也显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可是挑战不断 那包括了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 在中国内部呢 习近平打破了十年任期的惯例 也面临没有人可以接班的一个迹象 他必须要时时刻刻防止班底有人内斗 或者是可能会有政变发生 而另外在国外要面对什么呢 习近平建造了一个中国梦 一带一路大撒币 那么也引发了西方的多国戒心 但是还要面对的事项是 包括了这个美国欧盟 还有日本韩国 对中国的一个军事跟科技包围 而这个也等于是要步步为营 而面对刚刚讲到的 像是国内跟国外的双重压力 中国为了要稳定民心 现在居然搞起了二次文革来了 中国今年的入学考试呢 不但把习语录 这个习语录当成作文的考题 引发了不少的热议 最近在网路上还流传哦 中国各地在学习习近平的谈话 甚至有某机关干部 每天早上在成读的时候呢 要成读一段习近平的重要谈话内容 但是就算习近平急急营的 要树立自己的一个不败地位 但是中国的经济数字呢 就是不怎么给力 中国五月份的经济数据 工业增加值年增率是来到了3.5% 比上个月回落了2.1% 那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也比上个月回落了5.7%左右 那么尤其是青年哦 也就是16到24岁人口的一个失业率 继续在飙升 四月份的时候 青年的失业率是来到了20.4% 但是没有想到五月份的时候失业率没有下滑 反而是再次又往上跑了 五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出来了 20.8% 这数字再度刷新了一个记录 但是中国官方则是还在嘴硬的做外宣 怎么讲呢 他们说现在的就业情势已经改善了 国民经济逐渐恢复 那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 他就讲了 这个专栏作家的名字是什么呢 来带您看看 他叫做洛佩兹 他就认为说呢 其实现在中国的经济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还要来得更糟糕 进出口贸易放缓 还有房产开发 有债务地雷等等 那么他认为说当局对商业还是在严格控制 不仅如此 中国在今年前五个月的工人罢工情况 已经达到了七年来的高点了 那这位美国作家也认为说 这个华尔街对中国的想象 现在已经变成了几乎是一场噩梦了 这是中国现在这次在习近平七十大寿同时 他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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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